財經點滴潘碧雲 學行無涯 我朋友當年去了華盛頓上了一年的課 想拿和知識產權相關的學歷 都是為了份工而已 但是聽朋友說 他的教授講解知識產權的時候 他仍然遵遵落到 教授解釋知識產權都有權限 例如你踏上草地 感覺很舒服 帶來愉快的情緒 這種感覺是無法註冊成屬於你的 我立即聯想到 中國人有沒有這麼好心情 和你去感覺這種感覺呢 果然是沒有的 他的學校從來都沒有中國人 去上過知識產權的課 頂多都是台灣人 而且他的同學大部分都是法官 律師仔好像我朋友那樣去讀的 真的很少 我難免在想 中國向來都很喜歡抄 抄得好像當年的日本 喪抄美國一樣 那現在中國是這麼容易抄小小東西 又何必這麼大驚小怪呢 但是情況是 全球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走過這個階段 所以中國抄得這麼遲 都還有這麼多吃得死人的假東西 比外國人笑是應份的 正如我問朋友 中國人貪腐情況這麼嚴重 他們的文化裡面又怎會尊重知識產權呢 我朋友反過來說 實情是當中有很多有心人 但是問題是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好像緬甸一樣 朋友去年底去到跟軍方談的時候 他們都明白要開放改革 但是明白歸明白 他們根本就不懂得怎麼去做 而且最大的心理障礙是 自己明明不懂 就唯有引入愛國經驗 但是偏偏他們又不信愛國人 所以既經掙扎 要是維持現狀 要是引入愛知 如果要走一條自己的路 就唯有前路茫茫 艱苦經營